兩千零三年四月二十四號 臺北市立和平醫院 因為爆發大規模SARS群聚感染 無預警封院 讓醫護人員措手不及 十年後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記者 尋訪當年協助封院的防疫專家 住院醫師 甚至也遭到感染的外包洗衣工 他們說出了很多當年和平封院 以及隱匿病情的內幕 童建榮做起豆腐 動作已經相當熟練 十年前和平醫院封院 洗衣房關閉 他也跟著失業 後來他到深坑的山上 租地蓋工廠 做起豆腐生意 但因為染煞 體力大不如前 身為老闆的他 現在已經很少親自下來做 拿出陳峰多年的資料 童建榮說 當年流行洗衣工 被認為是傳播SARS病毒的凶手 但事實並非如此 早在封院之前消毒包暴增 流行洗衣工的病況也疑似中煞 他回報公司請示和平醫院處理 卻沒有得到回應 童建榮雖然還可以靠賣豆腐繼續維生 但所得有限也繳不出勞保費 他說當年一起工作的同事 死的死病的病 康復的也找不到工作 看著醫護人員被當成抗薩英雄 他們不是醫院的員工就什麼也不是 和平醫院無預警封院醫護人員不知所措 混亂 失序以暮暮上演 最失敗的防疫作為至今仍歷歷在目 當時協助封院的防疫專家何美香 在十年後坦然說出真相 他說當年有許多進入和平醫院的專家 其實只踏進了沒出事的A洞 卻不敢進入發生感染的重災區B洞大樓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那些進在和平醫院說去了和平醫院的人 有很多都只有在A洞 他根本不進B洞 所以而且有些還是不法感染症的專科醫師 他就說何老師我到這裡 那邊你自己進去 十年後那株造成全世界大恐慌的SARS病毒 現在只有在實驗室才看得到 威脅力已經不如當年 和平醫院在風暴過後也重新站起 成為有77間負壓病房 台灣最大的傳染病專責醫院 只是醫護人員和醫療體系 也必須從經驗中記取教訓 面對下一個病毒來襲 記者主管 賴正元 台北報導